夏日炎炎正好眠 天氣那麼熱 溫度常常讓你出門跑步好卻不嗎 今天我們就來請問有意思跑團的教練Joyce 假日跑步的秘訣吧 首先 跑完步到底能不能喝冰水呢 當然可以 為什麼 好 為什麼 講你自己講 自己講 喝冰水記得要慢慢的喝 然後只要你運動完喝冰水 其實可以降低我們身體的核心溫度 所以運動完喝冰水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記得要慢慢的喝喔 那麼在跑步中又有什麼補水決策 像運動完的話或是運動中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就是補充電解質以及水 這樣的話比例加在一起 能夠快速的幫身體補充水分 不要只有喝水喔 那記得在每一次跑前呢 能夠先去攝取水分 大概是500cc的水分 運動之前能夠先補充身體的水分之後 再去運動 這時候你的身體才會有足夠的水分 不會中暑喔 教練那偷偷問一下 那你平常都會喝什麼 跑完你都喜歡喝什麼 我平常如果喝運動飲料的話 我都會喝飽寬力 那或者是很累的話 我其實都會犒賞自己喝可樂 哈哈 喝可樂是可以的 可以啊 只要你有跑完課表就可以喝 但是不可以太常喝喔 不太常喝會怎麼樣 哈哈哈 會胖 哈哈哈 除了喝 吃的部分呢 夏天的話像跑之前呢 我一樣會建議大家 如果吃正餐的話 大概是在兩個小時之前一定要吃完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吃一點小東西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可以吃香蕉 或者是吃比較冰涼的水煮蛋 就是 雖然有賣那種 就是 唐心蛋那種 中備部分 又有什麼配備喔 像夏天 如果你要在戶外跑長距離的話 會比較建議大家可以戴上運動的太陽眼鏡 或是戴上帽子 一方面呢 能夠去阻擋太陽對眼睛的保護 戴著帽子 不會容易太陽直射 我們的頭部會不舒服 對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在運動過程當中戴帽子 或是戴太陽眼鏡去保護一下我們的 就是頭部以及我們的眼睛 像夏天的話我就會去買那個涼感的濕紙巾 就通常我在跑完天氣很熱的情況下 我就會拿那個濕紙巾去擦身體 那這時候你才不會讓身體黏黏的感覺 然後又或者是我會準備濕毛巾 就是在跑前的時候可以稍微擦一下身體 對 那這時候可以稍微降低一下核心溫度 或者是在訓練當中的時候會拿水 稍微去潑一下自己的身體 讓自己的身體的溫度稍微下降 夏天的練跑時間又該怎麼選擇 夏天跑步的話會比較希望可以是在很早的時候 對 那早上的話一方面就是比較沒有什麼車 也比較安全 然後再來就是早上空氣也比較好 對 那天氣也會在可能五點半之前也會稍微比較涼一點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選擇在就是 呃 太陽下山之後大概是七點過後 其實這時候的天氣也都會比下午的時候還要涼爽許多 如果啦已經不幸中暑了就是就是我們在跑步訓練的過程中已經不幸中暑了 教練有什麼建議 哦 建議就不要再繼續跑了 那就趕快去喝水然後稍微冰敷降低一下你身體的溫度 然後多喝水多補充電解質 然後好好的休息 這樣子的話才不會讓你中暑的現象更嚴重哦 最後來問問JS教練的夏日時常練跑路線吧 像我自己的話我通常都是間歇的話我都會選擇在操場 對那如果是一般輕鬆跑的話我都會比較建議是在有遮蔽物的就是河濱 對那如果大家夏天想要去戶外跑的話也可以建議跑山路 對那在這種非賽季時間你可以稍微就是往山裡面去跑 一方面能夠訓練肌群肌力之外也能夠就是跑在比較涼爽的地方 那如果山路要硬要推薦一條你的私房路線你會選嗎 可以去劍南路 對劍南路比較適合就是一般初學者能夠去挑戰 因為他前面比較陡而已 然後面其實就是緩下 那回來也是緩上 然後再回到原本地方其實來回這樣子也才 呃8公里 如果你是跑在底下就折返的話其實只有8公里而已 對所以非常建議大家去跑劍南路 以上就是這次的請問教練 大家在運動上有什麼問題也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 別忘記訂閱和追蹤我們唷 下次見啦 掰掰